土豆已是世界性的加连减肥良药 1988年 法国维尔干市成立了全球第一家马铃薯减肥健美餐厅 目前这类餐厅仅法国就有70多家 1989年以来 意大利、西班牙、美国、加拿大、前苏联等国 也先后创建了土豆食料餐厅30多家 中餐用土豆做主食的还不多 多数人适当菜吃 为了减肥 就应以土豆当饭 补着土豆 土豆条或煎土豆饼 每日一餐 坚持吃下去对预防营养过剩 或减去多余的脂肪肯定有益 今天推荐了12种花样的土豆做法 中餐、西餐、点心全部都有 必定有一款适合你 可可 还是土豆煎饼的做法步骤 一、土豆洗净去皮 二、切厚片蒸熟 三、过筛压成年备用 四 五、将鸡蛋打散 六、加入牛奶 七、加入砂糖 八、加入盐 九、加入糯米粉 十、搅拌均匀 十一、将调好的蛋液拌入土豆泥中 十二、调节至至于软度 十三、再分成大小均匀的小团 十三、压扁 十四、平底锅中放入少许油加热 放入土豆 十五、并撒少许葱花 十六、煎至底部焦黄翻面 十七、将另一面也煎至焦黄即可 锅仿米 연 level 十四、辈糯米粉 tusite